哇這個也被放太久了吧 迪阿卜羅 永生不朽 這一次出了一個新職業 叫這個血騎士 我之前沒有玩過這個手遊版 我們來玩看看 它這個手遊版有六種職業 只有七種 那野蠻人 祕術師 獵人 祕術師應該就是那個法師吧 然後還有武僧 武僧這個暗黑寺是不是沒有這個角色啊 聖教軍也是沒有這個 死靈法師這個有 然後我們今天就要玩這個血騎士 開局 近戰混合 我們選這個好了啦 喔還可以調臉型耶 這個好了 這感覺比較吸血鬼的感覺 裝備預覽 這是伯爵的感覺 然後這個是什麼 哇操 全身紫光耶 輸入名稱 小許二 然後還要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影片 開始之前呢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血騎士的這個介紹 我要出一個新職業來做一個 跟電影一樣的預告耶 這個宣傳片了 喔 技能展示 通常這種新出的職業應該都是蠻強的 蠻強勢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有一些攻略的部分 大概介紹一下這個職業 他是擁有複合型攻擊手段的 中距離職業 可以根據目標的距離 來選擇要使用近戰或遠程攻擊 是2014年聖教軍推出以來的 第一個新職業 然後會有一些他的故事 你按愛破壞神 其實很多人都是 在看劇情的嘛 然後這邊有講到有三種方式 可以讓你成為這個血騎士 第一個就是你可以重新創一隻角色 就像我剛剛那樣子 選一個血騎士的職業 然後呢 還有這個轉職喔 哇 這也有轉職喔 推出後的三週內 職業變更不會有冷卻時間 所以所有玩家 都可以轉成這個血騎士 然後還有一個方式就是進入什麼 赤虹 戒獄 那這是一個活動啦 好啦 我們直接來體驗一下 血虹 觸 虛 裝備 放在這 可以切換難位 哇 好多技能喔 技能是看等級的就對了 等級越高會解鎖越多技能 等級開啟物品來 打到裝備就可以穿上去 刷裝 這個也是有那個什麼詞綴嘛 就要刷出適合的詞綴 PG人 前往無形巢穴 這個是 喔 欸 這跟那個PC版一樣耶 也可以隨機拿這些能力 哇 這個也可以放太久了吧 這第二招怎麼可以放那麼久 啊 我知道啦 他有一個那個條 他這個條是有一個 算是有點 會集氣 我如果一直按啊 他會消耗這個能量 然後你放掉之後 他會繼續累積這個氣 累積到滿之後 你就可以再放 算蠻好用的 在打這隻嗎 我還要把他放掉 殺死伊斯卡拉 一直撥他一直撥他 沒血就開 吸血 再吸 我倒走了嗎 I'll come for you 他是要召喚嗎 召喚一隻龍 他打我不錯 先給他那邊二招集下去 然後吸了 然後再撥 一招 三招 四招 吸 然後二招集滿去了 然後再撥到 一招 撥 剩下的世界之石 會讓聖皇 我們現在在這個 沃薩姆村嘛 喔他還有標記這個等級 適合的等級 這邊還有 地獄山 哇這邊還有一個 哇操 56到60級 咒毒之境 所以我們現在在新手村就對了 前往 喔他可以自動巡路耶 我是需要這個功能 喔 商店出來了 造型 哇 這隻蠻帥的耶 這麼帥怎麼受得了 我看一下筆子 3290 16000幣 永恆寶珠 他裡面的鑽石 叫做永恆寶珠 好像就只能抽這個耶 他的鑽石功用只能抽這個 只能抽寶石 還有買這個造型 全新戰鬥通行證 全新戰鬥通行證 傳奇物件自選 傳奇寶石 傳奇密紋石 喔有可以課的東西應該還有這個啦 免費的是這些 啊你有課通行證的話 就可以拿得到這些額外的東西 這個可以組隊是不是 跟人家組隊玩一下好不好 難度等級3 喂他們都5931 我才16級 看一下這個組隊副本的 欸他們也玩血騎士啊 血騎士 全部都AOE 抓寶的不懂嗎 自民組隊玩家可以獲得額外獎益 喔這個是可以抓寶石是嗎 喔我要打寶石了 哇被暈了欸 哇被暈了欸 欸有金色的欸 抓到金裝 換角 遠古密進入 密紋石就是那個 寶石嗎 進入 來刷看看 攻擊會召喚出連鎖閃電 有欸真的有閃電欸 喔其實蠻痛的欸這刀槍 長矛頭子蠻痛的 OK 看一下喔呦有金色的武器欸 欸這邊還有一個沒撿到 爆腰欸 傳奇寶石 開啟你的物品欄 閃電之盒 共鳴提高30 寶石跟在不同的主要裝備之間轉移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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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所以抽傳奇寶石就是抽這個東西就對了 也可以用這個打覆盆的方式取得 反正他這一次 一週年改版呢 就是出一個 新職業 血騎士,那我之前是沒有玩過這個 手遊版的IPS 那這一次的體驗呢 覺得還不錯啦,而且又不用花什麼錢 我沒有體驗過其他職業啦 但第一次體驗這個血騎士呢 我覺得爽度不錯 而且大部分都是AOE技能 抓怪上面也蠻舒服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難度 那如果大家想要體驗更多的遊戲內容呢 可以歡迎去下載 聊天室有放這個連結 感覺遊戲內容挺多的啦 不過應該都是要 到後面才會越解越多 因為我看他技能蠻多的 技能我們目前只有開六招而已 但他技能有 哇還有幾招,1234567 還有七招耶 還沒開啟看不到 蠻期待他後面的技能 34級有這個新的主要攻擊技能 那我們就就看到這裡啦,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載了 我們下載了